仿制操作的第一步呢 我们进行几何处理 在几何处理中呢 我们导入我们有冷电机的固体模型 并抽取我们的流体计算域 这么一个流程 我们进行操作的演示 工作流程的展示 我们使用的是13CCM家的 17.06版本 或者是2210版本 我们首先新建一个模拟 使用四个盒 等待软件启动 启动完之后呢 我们呢 把模型呢 在3D CD里面进行来处理 我们首先在它上面右键点击 新建一个3D CD的一个模型 我们呢 导入我们准备好的几何模型 固体的几何模型 在3D CD Model 以上右键点击 Import CD Model 导入 这些X钢币格式的 我们之前准备好的模型 我们呢 等待软件导入完成 好 这个呢 就是我们导入的模型 我们先把它基于颜色的 区分一下 Hermode 自动的给咱们颜色区分了 那我们也看不清内部结构 是不是 先看一下我们导入的这些模型 都是在这里的 所有的固体的模型 我们现在呢 先解释一下这个模型 看一下里面内部的结构 我们如何看清内部呢 通过这个地方 Cut Body 把这个 把这个 拿小一些 输出风口 拿小一些 Cut Body 然后呢 点它 这个呢 就是我们 我们选择这个 YZ平面 然后呢 把它的Color 变成了BodyColor Close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模型 我们先展示 介绍一下这个模型 这个模型呢 里面呢 是一个转轴 转轴 这个转轴呢 会进入咱们的冷却油 然后呢 通过这个小孔 来喷烧到这个草道里面 然后呢 进入这个草道之后呢 再通过这个小孔呢 来喷到 我的转子的外部的叠片上 转子外部的叠片 这个黄色的 和这个蓝色的啊 都是它的叠片 这两侧都来转甩 甩完之后呢 同时呢 对于我这个枪式里面呢 我这个地方呢 有几个啊 这个 这个 还有一边有三个 刚才展示的是通过这个旋转轴 甩油 然后呢 除了旋转轴甩油之外呢 还通过在 housing上 外壳上呢 我有几个喷油的地方 我来向 我的定子的绕组 来喷油进行冷却 这原始的 这刚才介绍的这个流 空气的流道呢 或者是多向流的 这个区域呢 初始的话是空气 然后通过甩油 通过喷油呢 变成一个多向流的区域 然后呢 最后呢 通过重力啊 通过这两侧的这个小孔呢 来流出我的计算域 这是这一个 同时呢 我的外壳上呢 开有槽道啊 这一边是进口 一边是出口 在这个槽道里面呢 我会类似一个 water jacket的一个 冷却水道 我来冷却我的枪石 或者说我的定子 定子的铁芯 这么一个形式啊 可以看一下啊 那我先隐藏几个东西 我先只看一下 我旋转的东西 带给大家来解释 还没有解释完 同时呢 可以看一下 我这个 转子里面啊 转子的铁芯 和我转子的磁缸啊 转子的铁芯 还有我转子的这个 叠片啊 这中间的有缝隙啊 有缝隙 这个缝隙呢 是跟外部 是跟这个枪石外面呢 是完全不连接的啊 当然这是我们的demo的一个案例啊 当然你实际的情况如果是连接的情况下 就把它当成旋转的区域来做就可以了 但是对我们这个demo来说呢 它是跟外界完全不连通的啊 那么我们在这个demo里面模拟呢 我们就把它当作一个啊 固体来模拟 但是它的物性呢 始终是空气的物性 但是我们不模拟它任何的流动啊 就这么一个方案 来进行模拟的 好 我们再解释一下 这个结构啊 里面的结构 我们先把一些东西隐藏掉 只想是旋转部分的啊 这个右键点击修呢 然后呢 秀 秀 Disk 秀 秀 嗯 这是我旋转的东西啊 旋转的可以看一下 冷却油呢 从这个中间的旋转轴进来 进这个枪室里面 通过两侧的孔 来进行甩油啊 甩油冷却啊 然后呢 这个呢 是我的叠片啊 这个是我的转子的铁芯啊 这些彩色的呢 里面彩色的呢 就是我的转子的磁缸啊 这部分 然后呢 把钉子 秀一下啊 这是我钉子的铁芯 这是我钉子的绕组啊 钉子的绕组 然后呢 外面是我的外壳 啊 按照咱们之前解释的 我们对于多项流区域啊 比较重要的啊 就是说钉子和转子之间的MF面的位置啊 我们这个面呢 现在呢 一定要设置在我转子的外表面啊 不能设置在钉子和转子的中间 不能设置在这个中间 这个缝隙的中间啊 那么呢 现在呢 基本上解释了一下我们要模拟模型的一个 方案啊 我们下面呢 来进行操作 我们在3DCD里面来执行这个 啊 获取我们的流体区域啊 获取我们的流体区域 我们的流体区域呢 简单来说呢 是有四个啊 第一个呢 刚才我提到的啊 这个转子的内部啊 这些狭缝的地方啊 这些缝 这些我的 这个 转子铁心的啊 这个设计的这些地方 这些缝隙 啊 我们使用的呢 啊 是 空气 纯粹的空气来进行模拟啊 但是我们不是 也不使用流动 我们只考虑它的导热 因为它不跟外面有任何的接触啊 然后同时呢 有一个我的冷却水套 我的 这个外壳上 我的冷却水套啊 冷却水套 这些槽道 我们把它抽取算 然后下面呢 就是多向流的一个区域啊 多向流的区域呢 就是 这个 冷却油 从轴的中间的孔进入 进入这个上下的这个枪石 然后通过这两侧的这些小孔呢 甩到我的枪石里面 啊 同时呢 我的 槽道上这个地方 也喷油 冷却啊 这整个就是我的枪石 那么对于我这个 多向流的这个域呢 空气 多向流的区域呢 我们把它分成两部分 啊 两部分 一方面 一部分呢 是用旋转的啊 旋转的来做 一部分是用旋转的 这个东西来做 然后呢 在外部呢 就是非旋转的啊 我们旋转的呢 我们使用MF模型来进行模拟啊 非旋转的就用一般的模型来进行模拟 就可以了 好 我们的模型解释这么多 下面呢 来执行我们的操作 来获取我们的流体区域 首先第一步呢 我们把所有 当然我这个模型是经过处理过的啊 经过处理过的 你们是 你们在其他的CD软件或者前处理软件里面 如果有流体域的情况下 也不是需要这一步的 但对于我们演示的demo来说呢 我这个模型呢 进行了必要的简化啊 我通过压印 然后通过抽取内部区域来获得我的流体域啊 好 我先进行一下压印 在下面的这个窗口里面啊 这个是Body Group 然后有个Bully 把所有的都给选上 然后OK 先进行个压印的操作 我们等他来完成 压印的过程呢 取决于你的计算机的配置啊 需要 一般需要啊 一两分钟就可以了 好 现在呢 我们已经压印完成了啊 压印完成了 下一步呢 我们就开始抽取我们的啊 流体区域 好 首先我们先抽取我们的水套啊 先抽取我们的水套啊 怎么做呢 我们的 就是在这个 下面的这个 啊 Face啊 Future的上面 然后呢 有个Extract Internal Volume 首先呢 就是我的进出口的面 或者边线啊 进出口啊 这个地方是进口 这个地方是出口 我选这个面就可以了 啊 然后呢 Inclose Body呢 就是默认的 就是这个外壳 啊 这个外壳 然后呢 其他的东西呢 不用选Inclose Body也没有啊 因为他只是在这个 在这个外壳里面的 面前的一个水套啊 我们把它的 这个Face名字呢 也可以继承过来 OK 好 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 就是我抽取出来的 啊 水套啊 Water Jacket的一个区域 我先把它重新命一下名字 右键点击 Name 我这 剪 咱们看一下啊 我把其他的东西都给印堂掉 只销它 把这个 Cut的模式关掉 这就是 这个呢 就是我的水套的结构 啊 这个水套呢 我们先把它的面呢 给重新啊 命名一下 有个进出口啊 这个地方 我们当作进口啊 游键点击Rename 这个地方是Inlight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是出口 Rename 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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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把这个 Cut啊 这是刚才抽取出来的 水套的 现在我们来抽取里面的鱼啊 同样的方法呢 也是在用这个选项 把这个surface 咱们呢 Extract Internal Volume 看看 这个看一下啊 这个首先呢 选择这个地方的进口的面啊 进口的面 嗯 然后呢 进口 还有出口的面啊 出口的这个地方 小量化 Ctrl键 选择一下 再选择一下 嗯 可以选上 默认的这个Inclosing Body呢 默认的呢 也给咱们选上了啊 一个是这个旋转轴 这是咱们的外壳 你看 但是这个模型里面呢 要剪掉内部的东西 所以这个Inner Body 要选择所有的 它正在预览啊 它正在预览啊 等它来完成 越南呢 也是根据你的模型的复杂程度啊 跟你计算机的配置 它的时间呢 就有不同 一般呢 是需要几分钟的时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已经预览出来了 然后呢 关掉这个unibody 然后呢 把它的sys的名字也给继承过来 继承的目的啊 主要是为了后面 我们有些小面呢 给单独的来控制网格参数啊 相关系的 也OK 我们等待啊 我们抽取出来我们的留级区域 感谢观看 这个过程呢 抽取流济区域呢 一般也需要数分钟 我们等待他完成这一步的操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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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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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啊 这个里面可以看一下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 啊里面内部的啊 咱们准备使用固体啊 物理模型来模拟的里面的空气啊 把它重新命名一下 耗随二 右键点击Rename 啊 比如叫Solid Air 第三个 这是我们里面的啊 多项流的一个域啊 把它右键点击重命名 比如说这个就叫MMP 我们使用混合多项流模拟啊 MMP 好 咱们单独的来看一下MMP模型啊 旧欧内 旧欧内 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呢现在呢要做的工作呢 是需要把这个MMP模型 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是旋转域的啊 旋转域的 那么旋转域呢就包括了我们的这个转轴啊 这个转轴 然后呢这些地方 我们呢通过这个地方做一个辅助面啊 这个地方做一个辅助面啊 把里面转轴加上这一部分呢啊 加上我的转子的这个叠片这一部分啊 当做我的MF的域啊 其余的部分呢当做我的静止的域 好吧 现在呢我们操作这么一个过程 通过一个辅助面啊 来把这个区域呢分成两部分 我们先做一下辅助面啊 辅助面怎么做呢 我们先把这个面的给印藏掉 六件点一啊 同时呢把这个面的给印藏掉 好 我们呢先选这条线啊 通过这条线啊 双击它啊 双击它一般呢 才能选完整的线啊 如果你不确认的情况下啊 把这个cut的功能给关掉啊 选了一圈的线啊 然后这个线呢 咱们进行一个拉伸啊 进行一个拉伸 算一个合适的位置好看 按着ctrl键 让它优键点击 啊 有一个 cultr键的 他默认呢 给咱们拉伸的呢 是拉伸了一个 拉伸成了一个solid啊 咱们只拉伸一个翘带员就可以了 拉伸的长度是多少呢 拉伸的方向啊 这个 成一个标系啊 是00-1 负z方向啊 是00-1啊 这个方向 拉伸的长度是多少呢 是7毫米 0.007米 可以看一下 好 再再把这个面呢 再给它 再送击这个 另一侧的这个面啊 再把它给封堵上啊 也是为了保证 它选的是一个完整的 一圈的线呢 咱们把这个关掉啊 确认一下 是 在它上面 这个左键右键点击 啊 有个fill surface OK 可以看到啊 咱们就做了一个辅助面啊 这个辅助面呢 咱们可以把它重新命名一下 这个呢 就是mf mf面 同样的方式啊 咱们在另一侧呢 也是同样的方式来做 这么一个东西啊 选 选这条线 双击塔 然后右键点击 啊 create is true的 然后呢 把它变成sheet的方式 然后呢 拉伸方向呢 这个地方呢 应该是00正一啊 然后呢 拉伸的长度呢 啊 0.007米啊 7毫米 然后OK OK啊 然后同样的呢 那么也选择双击啊 这条线 在上面右键点击 没有hold OK啊 同时呢 把这个新做的呢 也重新命名成 这个 mf 这个面 好 现在呢 咱们刚才隐藏的那两个面呢 啊 一会再说它 咱们呢 通过这两个面呢 来把它呢 来做一个 把咱们的 现在的mmp 这个域呢 进行一个剖分 把它分成两部分 啊 即使保存很重要啊 我们先把这个模型 先保存一下 当前的操作呢 先保存一下 下面呢 我们 据刚才 做的两个mr负面啊 两个mr负面 把这个mmp模型呢 分成两部分啊 分成两部分 使用的功能呢 是slice的一个功能啊 slice的功能 先选择这两个 可以 使用的功能呢 就是这个 这个下面 有个bully bully下面一个slice功能 slice功能 切割啊 分割 切割 首先呢 这个slice呢 body to slice 这个地方选择 就选择mmp模型 然后呢 使用谁来分割呢 使用这个 咱们的这个sheet body sheet body sheet body呢 咱们就可以选择 选择 这两个 咱们的sheet body 这样呢 ok 我就可以把它切成 分成两部分了啊 我们等待它来 完成 好可以看一下啊 现在切割完成了 第一部分啊 他把这个 因为 他把这个地方呢 也给切出来了啊 咱们一边 咱们把它合上 这个是外部的啊 静止的 三号 把一号和三号呢 再把它 合并一下啊 用那一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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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一下 看下这个名字啊 好 这个呢 咱们呢 咱们呢 把它呢 重新命名一下 这个就是MMP的 什么呀 MRF的区域 这个呢 就是MMP的 重新命名一下 Steady区域啊 Steady 或者Stational Stational 静止的区域啊 Stational 这个是它的 这个区域啊 这两个MMP面呢 就可以不要了 显示了啊 现在呢 如果你可以看一下啊 如果这个面呢 刚才咱们被隐藏掉了 如果想被显示 被隐藏的面呢 在在上面啊 Head Surface Restore Head Surface 这样它就会出来 这个面啊 可以看一下 分成两部分了啊 那么呢 咱们的边界分离 完成了吗 重新命名一下 这个地方是进口啊 右键点击Rename 这个地方是进口 Inlant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是出口 这个地方呢 也是出口 当然在这个进口的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啊 看一下 那名字现在叫什么Injector 是不是 这个地方呢 也当作咱们的进口啊 这个地方也是 当作咱们的进口啊 所以把这个呢 把Clip功能给取消掉 可以看一下 我们一边呢 是有三个啊 我们一边是有三个啊 这个地方右键点击 中间面上叫做Injector Inlight 这个Injector Inlight 喷射的啊 除了甩油 还有喷射的 还冷却水道 多种方式 来保证这个电竞在热 咱们右键点击 Injector Inlight 那同样的这边呢 也是啊 三个 Injector Inlight 一边都有三个喷射孔啊 按这个地方呢 我们是一个 简化的一个模型啊 Injector Inlight 看一下啊 这些呢 都哪几个 一个两个啊 这个就还有一个 三个 再点击一下 确认一下 一边有三个啊 一二三 这边也有三个 一二三啊 现在呢 咱们把 MMP模型的 Interface面啊 境遇和动遇 之间的 Interface面呢 也给 分离开来啊 分别是在这 就在这两个part上 咱们先处理它 然后呢 修功能 点选它 点选它 但是有的时候呢 咱们不知道 因为咱们显示了 一半模型嘛 咱们不知道 是不是选环整了啊 咱们把这个 选上啊 你看这个地方 就没选完整 那么再按着 Ctrl键 再选它 又一间点 记录了内部 一共有六个面啊 一面层 MF 同样的呢 同样的呢 咱们呢 把 净余的 MF 修 这样的话呢 没办法看到里面 是不是 选这个面 选这个面 那也不知道 是不是选完整了 是不是 咱们呢 可以切 换一个切的方向 点它 点它 使用第一个 这个 这个 ZX的平面 把它切一下 然后呢 这个小面 这个面 这个 不能选线 然后呢 咱们呢 也是有六个面啊 咱们呢 看看是不是选完整了 然后呢 按着Ctrl键 右键点击 也是六个面啊 这样呢 我们就准备好了 我们的几何模型 我们再保存一下 准备好了 我们的几何模型 我们在3DCD里面 抽取好了 我们的流体浴 抽取好了 我们的流体浴 把所有的东西呢 都给打开 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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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流体固体的模型 我们就可以准备到part里面 来进行下部计算了 Close掉 然后呢 转过来啊 转过来 除了后面两个MF的这个辅助的面 不需要转 现在都转一下 右键点击 6一个Geometry part 在弹出的窗口里面啊 让它自动的 来建立这个contact的关系啊 这个地方啊 Teslation density啊 离散的精度啊 我们用半语就可以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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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它来 通过3DCD模型转到part里面 等待一下 3DCD模型转到哪儿 二文字 在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看一下 转好之后呢 我们呢 他也自动给咱们建立 他们之间的这个接触关系 都已经给咱们建好了 之前的这个接触关系 已经给咱们建好了 咱们就可以准备下一步的 网格生成了 这是第一部分 集合模型的准备